这一题上面的1到6 你们排序排得出来吗 排得出来 如果排序排得出来 一排而言 后面的题目就会知道了 各位像这个编号4 我们这样用所谓的 那个生殖的细胞的角度来解释它好了 我换个颜色 因为这边已经有红了 好 我先写在下面 4 3 2 6 1 5 你就会对到上面的图额 一开始的4号在这里 它是不是卵元细胞或晶元细胞 然后到了3呢 是不是经过DNA复制 这叫做DNA复制 这时候呢 叫做次级卵母 初级卵母或初级脊母 你就写个初母 好 接下来呢 经过第一次解读分裂 就由3变成2 要一减 此时变成赤母 赤级卵母细胞或赤级基母细胞 接下来经过第二次解读分裂 写个2减 就成6 6就是软细胞或晶细胞 软或晶 接下来的最后的 6在哪里啊 太快了啦 瞎了我 我太挤了 3 然后2 哎呦别挤啦 挤什么 插掉重写 不要猴急 4变3 3变2 6 1 5 我太急了再一次 2号在这里 2号发现什么事 2号是不是联会 你看第一队在联合约会 第二队在联合约会 所以图2叫做联会 然后6呢 是66666 是后期 也就是第一次解读分裂的后期 为什么知道它是第一次的后期呢 因为这两个互为同源染色体 同源染色体分离啊 同源染色体分离 好的 所以从3一直到1中间 放颜色好了 从3到1这个过程 都叫做第一次减速分裂 所以就一减分 之后呢 从1再经过5 这就是第二次减速分裂 选择2减分 那我们看看1在干嘛 1在前面 那就是第一次减速 第二次减速分裂的前期啊 然后到了5呢 往后拉了 进入到第二次减速分裂的后期 因为为什么知道是后期 因为它是复制染色体分离 那就是第二次的分离啊 第一次才是同源分 第二次就是姐妹染色体分离 好 那按照这样的流程下来 我知道流程了 那现在什么题目都知道了 第一次减速分裂 就会发生2N变1N 所以它已经发生在第一次减速分裂啊 好 什么时候呢 后期结束 因为你看这个6哦 这时候还叫做2N 这时候 因为它同个细胞里面 当你中间一夹断 咔 才会从2N变成1N 也就是6的后面 到了下一次的1 所以6到1 2N变1N 第一次减速分裂的后期结束 把DNA切到两个不同的细胞 把自己切到不同的细胞 那谁可以确定它是减速分裂呢 只有减速分裂会发生联会 也只有减速分裂会发生同源染色体分离 所以2号跟6号只有减速分裂有 有失分裂也没有的 联会及同源染色体分离 只有减速分裂有 所以大概是2、6 好 那第二次减速分裂期间 那就是最后两个啊 1、5 就直接出来啦 那什么时候成对的因子要分开 就是6啊 6到1 其实所以事实上这一题的 1、2题跟第5题是一样的意思啊 成对的分开 2N变开变成1N 好 所以2跟5是一样的意思 2N变1N嘛 大A小A分开 就一个A 2变1 2N变1N 好 最后一个 什么时候会让它发生分离率又自由配合率呢 就是同源染色体分离 那这一题不是跟2跟5又一样了 同源染色体分离 使得2N变1N 都发生在6号到1号的过程 在这边 分开就2N变1N 同时 同源染色体分离 不同源染色体自由配合 所以其实这一题的2 5 6 是一样的事情 所以答案会是一样的 就是同源染色体 核实分离 好 我们先讲到这里 1